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What's in my bathroom的主题 我的浴室里面有什么 其实就是分享一些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些洗户方面的好物 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来坐下来聊聊天 因为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聊过天了 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吧 就每次录视频都感觉匆匆忙忙的,好像在交差一样 我录视频的这天是星期天嘛,然后是没有任何安排的 最近感觉很少有时间能够在家里休息 就每个周末也都过得挺忙的 所以说今天能够在家休息,我其实心情非常的舒适 前天呢,也就是周五的晚上,芷若来我家 如果你不知道芷若是谁的话,芷若是我的大学室友 然后他现在也在广州读研 因为他一直说他想吃小龙虾 我们之前点过一家外卖,就是小龙虾做的还挺好吃的 但是我们之前吃他家的那个紫苏小龙虾都不是很辣嘛 备注里面就写说要加辣,因为我跟芷若都挺能吃辣的 结果送来以后超级无敌辣,你知道吗? 吃一口就觉得特别辣的那种 我们两个就是完全凭着意志力吃完了一盒小龙虾 因为我们点了两份,吃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两个就看那个produce 48 就是日韩版的那个创造101 然后那天一点多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躺在床上 然后讲话什么的就准备要睡了嘛 然后植若从床上突然坐起来说 我现在落的胃有点难受 就我们两个都是那天晚上就一直到三点多才睡着 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可能是因为生物中的关系 然后我八点准时又醒了 所以说睡眠严重不足 周六我们又提前订好了密室逃脱要去玩 然后刚好植若那天就是来月经就是特别痛 所以说本来说玩完密室逃脱我们要去逛街的嘛 她跟傻子就先回学校了 然后我又跟小周一起 我们两个又去逛街 中华广场那边那家UR全店都在打折 而且都是打的折扣力度挺大的 然后我就买了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衬衫 然后是短袖的 这一排扣子我觉得特别好看 底下是我的睡裤 然后当时还看中了好多衣服 但是它都没有码了 因为可能真的太划算了 所以说S号基本上都买完了 只剩下ML跟XL之类的码数 那我这件衬衣呢买的是M号 然后另外呢还买了一件白色的那种连衣裙 然后也是有一个扭扣一直到这边 我觉得今年好像特别流行那种扣子的元素嘛 然后我看到他家的天猫旗舰店 在7月4号的时候也有打折 就吃完饭已经9点多了 然后我就特别困特别困 精神已经关闭了你知道吗 我的灵魂已经不在我的身上了 凭着最后的一丝力气 我取完了隐形眼界 然后我倒在床上 就大概三秒钟嘛就睡着了 所以说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卸妆 也没有刷牙 也没有洗澡 就直接倒在床上就睡了 然后今天早上大概6点半的时候吧 就被晾醒了 因为昨天也没有来得及拉床帘 然后就起床又硬撑着卸了个妆 洗了个脸 刷了个牙 然后又回来继续睡 然后就一直睡到大概10点多吧 好像有点跑题了 但是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天嘛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次的正题 所有的洗护产品全部都放到这个框里 东西还挺多的 其实这个视频我之前已经录过一遍了 但是我手滑格式化了 我以为我把所有的素材都导出来了 但是这个视频的素材没有导出来 因为我真的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 所以说我又录第二遍 要分享的第一个产品呢 是多芬的这个洗发水 然后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也忘记它是什么系列的了 反正这个是选洗发水的时候 看到它这个包装 我觉得特别好看 所以说就买了 我之前有没有听到谁有推荐过 反正5月份就买了吧 我现在已经用了挺多的了 大概用到有个1.2的了 我当时买它就是因为包装的原因 然后再加上它这上面写的是 Moisture加Oil 然后我用下来呢 觉得使用感确实还不错 它是无硅油的 但是用完以后 不会让你的头发觉得特别的干涩 Hair Recipe 对 就那一款洗发水 那个洗发水我真的是用完之后 我整个头发枯草一样 知道吗 就像那种麻绳一样 你摸上去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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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干燥 虽然你洗完之后 头发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干燥 但是呢 它没有到那么那么干燥的程度 然后你再用上发膜 或者用上护发素之后 它就不会再有那种干燥的情况 然后我用完它以后呢 也没有任何的打结 或者什么的 味道呢 就是也是挺清新的 然后这个味道我也挺喜欢的 它家同系列的那个护发素呢 我就没买 因为我现在一直在用这个滋生糖的Phenol 这个发膜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非常评价 因为我自己个人头发是非常毛躁 然后非常干枯的那种 所以说我现在比起护发素来说 我更喜欢用这种发膜 就是我觉得它的滋润力度会更强一些 但是呢 我用发膜 其实跟用护发素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昨天晚上没有洗头 对 这个是我前天洗的头 头发就是比较的柔顺吧 对吧 还挺有光泽的 然后我觉得 对于我一个自然卷来说 我的发质能达到这种程度 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就是非常非常满意了的那种 唯一不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味道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呛 不过你洗完了之后呢 就是头发上也不会有什么残留的这个味道 这一瓶呢 是我今天早上6点半刚开封的一个卸妆油 然后这个是A tender 好像是这么读的吧 反正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也是我在网上随便买的 好像它最近还挺火的 但是我没有仔细去看过它的功课 它的质地呢 是流动性比较强的那种 很多油皮或者混油皮的姑娘 应该都跟我有同感 就是非常不喜欢 这种油类的产品 觉得敷在脸上就跟 敷了一层食用油在脸上一样 自从用了Muji的那个卸妆油之后 我就对卸妆油的产品有了一定的改观 然后就开始愿意去尝试这类的产品了 因为我才用过一次 所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使用感 也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我觉得还挺温和的 然后也不刺激 也不忽眼睛 就第一次用下来的话 感受还不错 用完这个卸妆乳之后呢 还会用一个洗面奶 那我最近用的是庞氏的米粹的洗面乳 我当时买它就是因为 我实在不知道要买什么洗面奶了 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想要尝试的洗面奶 所以说就买了它 然后大家看我现在已经用了特别多了 它虽然洗得很干净 但是不会让你的脸有拔干的那种感觉 然后搭配它使用的呢 是我Luna的这个mini 2 然后这个洁面仪 我已经用了大概有个两三两年了吧 非常神奇的一点就是我用了这两年 我除了买回来第一天 当天晚上充了一次店之后 就再也没有充过店 就这两年来都没有充过店 这个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之前已经有出过一个非常详细的测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往之前去翻一下 我的沐浴露是我这次要强烈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Bath & Body Works的这个 这是我用的第二瓶 我自己是不喜欢用起泡网去打沐浴露的 我每次就是纯用手打 然后它家的沐浴露是 你挤一点再手心用手搓一搓 就能搓出非常绵密的泡沫 那第二点呢就是Bath & Body Works 它本来是一个做香菌蜡烛的品牌嘛 然后它家的蜡烛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味道可以选 同样它家的沐浴露也是一样的 那我这次买的这个味道呢是Fiji Pineapple Pong 这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菠萝味的冰淇淋的味道 这个味道真的太好闻了 如果你们喜欢吃菠萝味的冰淇淋的话 一定会喜欢这个味道 非常的热带 非常的夏天的一个味道 而且又有一点点甜甜的 又是果香 就是我所有的喜欢的元素它都有 那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性价比 没有那么的高 例如大概要80多吧 就比较贵 在沐浴露里面算比较贵的 但是它用的还挺省的 就是它给我的那种体验感 让我愿意为了它去花这80多块钱 我还买了它家的男士沐浴露给小周用 然后这个男士沐浴露的包装就比较简洁一点 然后我买的这个味道呢是Ocean 有一种男士的骨龙水的那个味道 它家的男士沐浴露呢是2-in-one hair and body wash 就如果你男朋友不是那种非常精致的 一定要用某种洗辣水的话 可能这一款就既可以用来洗澡 也可以用来洗头发 那下一样东西呢是一个女性的私处洗剂 对它是Eve这个牌子的 然后我之前呢也有用过另一个比较火的 就是那个fan wash好像是叫这个 那个我也觉得挺好用的 但是相比之下呢这一款它的流动性会更强一点 它基本上是没什么味道的 然后我知道就是有很多人会说 其实用清水洗就够了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话还是觉得 用了这个洗剂以后会更安心一点 说起来有点害羞啦 反正就是女生大家应该都懂的 那我自己最近是在用这个 然后也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异常啊 或者有刺激啊或者嗯之类的 对所以我还挺推荐的 那最后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呢 是夏天必备的刮毛刀 那我的这个呢是吉列的这个mini 我之前也试过挺多的这种刮毛刀的 比如说像那个舒服 好像是叫这个牌子吧 那个就是比较大一点 然后我觉得用下来跟这种小的 也没有什么多大区别 然后还有用过吉列的那种长柄的 然后我觉得用下来就是这个最方便 而且它还有配一个小的收纳盒 就你外出鞋带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做的很好的一点吧 就是它家的所有的刀头都是通用的 就是你这种小的刷饼跟那种长的刷饼的刀头是一样的 然后我最喜欢呢是它家这个粉红色系列的这个刀头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 好像是乳木果油吧 那以上呢就是我所有的浴室洗补用品的推荐了 希望这次的视频对你们有一点点帮助 然后如果你们最近有什么想看的主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面给我留言 那其实我下一次视频呢有点想叫小周跟我一起录 本来今天是想跟他一起录的 但是他事情太多了 他还要洗个澡 要洗个头 要洗个脸 然后要干嘛打扮什么的 我就懒得等他 好的那这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